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咱们翻牌的时间了 看看大家在最近的节目里边有什么有才的评论 网友王王剑宇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想跟您请教一下 孔荣提出的父母恩论 这个观点是他的思想超前还是暗讽曹操 还有能不能分享一下您对这个观点的理解 谢谢袁老师 跟曹操是有点关系 但是算不上暗讽 孔荣提出这种观点主要就为了博人眼球 孔荣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语不经人死父兄那么一主 当时他跟白衣迷恒关系不错 迷恒就是一个天天适才傲物的主 冤胆解与这个不相招 假装风抹马剑的草 击鼓骂槽那不就是他干的吗 所以孔荣跟他一个德行 再加上当时孔荣主张恢复汉史 认为曹操是篡汉的奸命 所以经常呢就是提点那种什么京士海俗那种东西去搅曹操的局 包括杨修什么都是这种这一路人 网友黎尔王问了一个问题 说想请问袁老师泰国王室和沙特王室有什么区别 希望翻牌 谢谢 泰国呀 这个他表面上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 沙特呢是君主专制 沙特没有宪法 古兰经就是宪法 沙特也没有首相 这个国王兼任首相 沙特的各部大臣都是由沙特王室来担任的沙特家族来担任的 他或者呢就是他有的时候是这个王储去担任首相 然后各部的大臣啊 特别是就这一句话吧 就沙特国家就是王室的私产啊 就可以这么理解的啊 所以他就跟古代中国那种这个家天下啊 这个礼堂啊 赵颂啊 朱明啊 他就一回事 泰国呢表面上比他好一点啊 是这个这个君主立宪 那国是国王室是王室 但是泰国王室的这个权力非常的大 那最主要的呢就是因为这个军队听命于王室啊 而不服从文官政府 那所以只要这个政府不合王室的意了 王室就暗示军队搞个政变 就把这个政府推翻 那再加上这个泰国国王这种老百姓对这个国王那种信仰呢 这泰国两个两两个人不能骂 一个是佛祖释迦牟尼 一个是国王啊 这个诽谤王室是15年的刑 这你在这个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都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的 所以泰国表面上看叫君主立宪 你看他那老百姓见了国王都得啪地上 那么下跪 其实跟君主专制也差不了太多 那只如果呢就是他呃 形式上有宪法啊 形式上这个呃有内阁啊 这个有一个君主立宪的壳而已啊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一年好景君虚记啊 罪是寒蝉提气时 话这名字太长了 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这个辽国的国号啊 多次在大辽跟契丹之间相互转化 可以用汉化派跟传统派相互清亚来解释吗 呃 这个契丹人三次改国号 确实是跟汉化有点关系 那第一次呢是947年耶律德光带兵攻入后进啊 膨胀了之后呢 想当中原皇帝 所以学着中原王朝给自个的取了个辽的这个国号啊 但是后来他中原没待下去 他撤走了 等到983年 辽跟北宋对立 那北宋把这个辽称为辽寇 而且呢辽跟北宋的对抗啊 心理很重 保守派居多 所以就恢复了契丹的国号 等到两边一和平了啊 尤其是随着契丹这一边汉化程度加深 就开始跟宋朝争这个宗藩体系的核心 所以1066年辽道宗把国号就又改成了辽啊 所以他这么三次变啊 网友奸阳居啊 问了一个问题 那这个袁老师能不能讲讲为什么徐州啊 作为这个五州通渠的民风顽略 那您觉得要改变民风相俗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啊 这个谢谢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穷嘛 咱们在淮北那期讲过 那淮北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没有可以依赖的经济 那打从那个南宋雨后 徐州被水患困扰 那农业呢遭受重创 在中国古代你农业不行 啥都不好使 大部分人的生计是在地里 而且徐州这块地方啊 空有地利之变 没有物产 也就产点盐 收益呢还都被这个四盐贩子和盐商抢走了 老百姓没得活 就落草为寇 最后呢就搞的这个民风顽略啊 好 那网友赵明问了一个问题 那说袁老师我想这个 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古代的航海啊 就现在航海都是有一定的吨位 这个船得有一定的吨位才能出海 那以前西方或者这个中国出海的话 这个吨位怎么计算 他们怎么计算去哪里或者去了哪个地方 比如詹姆斯库克是如何知晓自己踏上的是澳大利亚呢 古代的这个中国呀造船有一个标准单位叫料啊 这个具体呢大概一料等于一弹啊 大概就是50公斤啊 不过这个料呢指的不是排水量而是这个船的载重量啊 你比如说一艘船如果是1000辆那意思呢就是载重量50吨排水量呢就100吨 至于古代这个怎么计算去了哪儿在近代航海测绘出来之前基本上都是靠口耳相传的一些口诀资料 比如像哪个方向航行几天会到哪儿至于到了那个地方那早期的航海家肯定是没有意识的啊 你得问当地人你这是哪儿啊或者自己去给他命个名啊 你像詹姆斯库克踏上澳大利亚 那个时候澳大利亚这名字没有定下来 他肯定一时半会儿的不知道自己到哪儿 那哥伦布到了美洲还以为到了印度呢是吧 然后这个网友 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您好 请问古代的奏折制度是大臣上奏皇帝批复以后发回大臣 大臣看了以后还要发回皇帝吗 还是上奏的所有奏折和皇帝的批示有专人超路存档啊 请袁老师解惑啊 肯定有人这个超路存档 现在中国第一历史大案馆就收藏了很多奏折啊 不过所谓奏折制度啊 其实到了清朝以后才有的 雍正的时候呢才完善 奏折呢主要分成这个四种 奏士折奏安折谢恩折和贺折 皇帝批复以后原奏折发回官员呢 同时南书房或者军机处超路一份留党 原奏折发回之后 皇帝有的时候也会下旨啊 收回一些奏折 看看你保存的怎么样啊 是不是执行了等等 当然了也有少数奏折不超路 那比如说这个雍正年间 雍正给一些所谓亲近官员密折上奏权 这些密折不超路 直接保留原本 甚至皇帝都不做批示啊 他就是知道这件事了就可以了啊 然后这个网友 P E R T A Y I I L I U 问了一个问题 那说袁老师给您拜个晚年 哇这年也太晚了 龙抬头都过了 想问一下 为什么三藩之乱的时候 只有一些军阀跟着反清 为什么一些平民和读书人 没有这个顺势举起反清大旗 尤其是汉族人口多的地区 谢谢 平民和读书人举起反清大旗 干嘛 找死吗 找满门抄斩吗 是吧 那当然你只有军阀反清了 军阀反清 他也不是为了这个反清复明 你包括吴三棍反清 是为了反清复明吗 根本不是 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是吧 你平民和读书人哪有这种愿望 你为什么要反清 对吧 你为什么要反清 你手无腹肌之力 是吧 然后你反清有什么 有什么好处吗 再加上这个清朝入关之后 是吧 很会收买读书人嘛 大清268年 112次电视 最多的一次电视 就是顺治三年 这一下录取了449人 平时一颗就300多人 这一颗录取449人 他不就是为了这个 擂落人心吗 读书人就很容易被收买嘛 那就是功名利禄 很容易被收买 军阀他造反 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所以他才会造反 平民就更没有这种什么 要造反的 谁当皇上 咱不是跟家炒土 咱是煮玉米棒子 为什么要造反呢 是吧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是吧 这个 网友于通问了一个问题 原老您好 我是您十年老粉 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 中国古代改朝换代 政权交替的时候 前朝地方官员的结局怎么样 是被全部替换吗 如果要被全部替换 新政权如何短时间内选拔自己的地方官员 如果不被替换 又如何监督地方官员对自己政权的中心呢 谢谢您 全换那肯定是不可能 每朝都会有大量的前朝遗老遗少存在 这些遗老有的是把控地方势力 有的纯粹就是技术官僚 这种人都是除了反倒是平天祸患的 在门阀时代官员都是世家大族 改朝换代跟他们没有关系 只要家族站队了 他们跟着整个族站队就完了 门阀衰落以后 像唐宋以后 是吧 读书人考个功名多难 没有那么多人真的忠于一个朝代 你比如蒙古南下以后 清朝入关以后 至于新重权如何提拔自己的地方官 这东西就是个平移的事 以前割据的时候是县令 统一了直接向上提拔 当周官郡官一类的 至于中心古代 根本不讲究这个 实际上只要确保自己是唯一的权威 大部分势力都会主动来归附 不用考虑什么中心不中心的事 是吧 请网友请输入名字 问了一个问题 是吧 说袁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啊 年头比较久的宗教场所 佛教的庙 道教的道观 是不是要盖在郊外 而基督教的教堂 伊斯兰教的清真寺 都是盖在市区里 这有什么说法吗 求袁老师翻牌 科普科普 这非常好理解 道教佛教是出世的 他讲究人要避世 滚滚红尘之中 怎么修行 怎么避世 所以深山藏古叉 全都在这个深山里边 你就要躲开人 好去修行 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都是入世的 你像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在这个中世纪的欧洲 在阿拉伯地区 他都是全民信仰的宗教 今天伊斯兰教 在这个阿拉伯国家 在这个伊斯兰教国家 他也是全民信仰的宗教 他用来指导你现实的生活 所以我不能躲上山里去 那你这个 我所有的老百姓都是教徒 那做礼拜 我肯定得是在 这教堂就得在市中心 这个大清真寺肯定在市中心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 你佛教道教 你做不到所有老百姓 都是佛道的信徒 你又讲究避世 所以就远远的离开这个山 到这个山里边就待人 反过来你看中国的 这个文庙武庙 恰好都在市中心 对吧 就是这个 大多数人都是儒家的这种信徒 儒家当然他不能算一种宗教 可是文庙武庙全部在市中心 好了 最近大家的评论 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